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喔 接下来呢,我们在wordpress.com这里呢 网站名称,各位先看一下,左上角这里 我刚跟他申请免费的时候呢 以后这个就是wordpress送给我的网址 这个网址是全世界唯一喔 那因为你是免费,所以呢 后面是wordpress.com 以后正式的网站上线,当然不会用这个 那觉得,这些什么东西 现在这个地方是提供我们来做练习免费 那既然是练习,所以各位可以自在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改东改西 所以你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 请各位不用花太多力气去写那些文稿 好像不太重要 我们先把功能先学会 所以你不要花时间说 这一文应该用什么呢,去想内容 我们先学习怎么操作 以后你正要做自己的网站的时候 才去好好把那文稿或是图片准备好 现在先做简单练习 那总要先给个名称吧 对啊,网站先取一个名称 哦,这个就像亚乌奇摩 那我就点下去哦,点一下为网站命名 点这里 那这里哦,进到这里来 好 那这边他我跟你讲一下 第一个,请给我网站的标题名称 标题名称,譬如说什么 哦,可爱动物 我想来介绍可爱动物的 那接下来网站的标语,slogan 你要不要想一个slogan给大家 可以打一下 可以打一下 以后再补也可以 以后再补也可以 哦 好,那如果说你有网站图示,网站图示我们晚一点再给它 网站图示可以给它 接下来,预设这边看一下哦 我刚点这进来的时候呢 当然后面要点储存设定啦 点完,我先点一下也可以 好,那返回就等一下再看 返回这先不敢 往下看一下 这边呢,有看到这个语言是凡理中文的 好,见面 接下来,时区在台北 哦,还要点这一颗哦 点这一颗,网站就上线了 不过当然里面上线是什么 它预设帮你做完的网站 所以我点这一颗,网站正式上线 虽然里面还没有什么内容 不过它会帮你补一点东西 我点网站正式上线 好 这个 他问你要不要换名 我们还是使用免费就好 就不要去动它哦 我们要选哪一个 最下面这个 略过购买 来来来 这边你不要被他害怕哦 点完以后 当我要上线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哎,再提醒你 第一年免费 第二年以后要多少钱什么的 我们都不要点 在哪里 免费在哪里 最下面 有看到吗 这个,略过购买 我们先使用它送给我们免费的 johnny02.wordpress.com 使用免费 来来来,再点这里 略过购买 再略过 好,继续啦 再点免费的这个 网站就上线了 所以刚看的画面不要被吓到 好不好 对他来讲 他免费给你用 他还是希望你跟他买 我们现在是拿这个来做练习 这个 那这个网站就可以来看哦 那刚刚我点设定网站 接下来在右上角这边就有什么了 有看见吗 造访网站 点起来 点一下 好,目前的我网站已经出来了 来,各位瞄一下 这个 这是wordpress 他给我练习使用的 这个名称 你只要 等一下各位打这个网址 也可以到这网站来哦 当然里面那种还要改 这是我刚打的网站的标题名称 叫做可爱动物 那这边什么 我的slogan 也许你看民宿网什么 我这个民宿是什么 最什么 最美的民宿 或是最有特色的 我是地中海型的民宿 你可以自己打 来,各位试一下看看